副总统陈建仁今宣布阶段性任务到明年,外界猜测此举是要把副总统位置让给角逐党内总统初选的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组成蔡赖配,不过,台师大政严所教授范世平认为,陈建仁的做法会增加蔡赖配可能性,但不见得可以帮助两人成功搭配,毕竟还是要看蔡英文与赖清德各自意愿。 范世平说,蔡英文出访男太友邦期间,有媒体问到蔡赖配时,蔡的态度感觉是不愿意面对,也没有考虑,并不热衷此事。 另一方面,赖清德感觉也不愿意被配,因为如果赖愿意,就会被外界解读是在透过党内初选成为副手的工具,这样对赖清德的形象不好,加上赖的主观意愿也不高。 若未来真的形成蔡赖配,是否竞选连任机会提高?范世平说,当然机会相对大。 如果蔡英文名调胜过赖清德,组成蔡赖配会不得了,因为赖清德是很强的对手,等于蔡英文经过严格考验,而赖清德的形象各方面较容易召唤独派热情,政治中心。 台北报道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陈建仁退位成全蔡赖配,蔡英文,有责任推出民进党最强组合蔡赖总统初选对决赖清德,千万不要用公平据看我们赖清德稀疏抛两岸主张安内和外统独争议放一边赖清德稀疏发表会哽咽,宁愿输掉初选也绝不伤害蔡英文看了这则新闻的人。 夜看了,陈建仁让位促蔡赖配朱立伦玉,快搞定初选或征召赖清德向韩国瑜教阵,2020年做君子之争谁赢谁带领台湾陈建仁退让能否促成蔡赖配绿尾,初选结束才适合讨论博赖清德教阵指书我伴招韩国瑜酸,民进党惊魂为辅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 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蔡英文赖清德陈建仁范视频蔡赖配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